这是海南公车大人事件的真实录像 只因不愿意交一块钱公交费 嚣张女子不顾车里的乘客安全 狠狠地抽打公交司机一个耳光 甚至更过分地将车内的小呼吸扔在地上 当这件事被曝光后 该女子颠倒是非满嘴谎话 竟然把一切的责任推到司机身上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她做出如此愚蠢的举动 最后又得到怎样的下场 感兴趣的家人点个赞关注一下 出现在眼前的这名男子名叫傅师傅 正是当天的受害者 只要提到这件事他充满愤怒 傅师傅坐了几十年的公交司机 还从来没有和乘客发声过口角 一直以来傅师傅把乘客的安全放在第一 这次发生的事件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 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一块钱引起的 公交车有行驶的规定 我们常见的很多公交车一元钱能直达目的地 但海口时的三十路公交车行驶路段比较远 如果一段路程超过三十分钟 必须外加一块钱 这样的实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只要坐过这辆车的乘客都知道 他们都会提前把这一元钱支付 然而就在2018年的12月 这一天傅师傅像往常一样在路上行驶 就在这时车内上来一名女士 大概有四五十岁 这名女士先前坐过这趟车 但她可能对车内收费的情况不太了解 在快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 这名女士很熟练地拿出一块钱 傅师傅知道这名女士已坐过一半的路程了 随后提醒她再多交一块钱 没想到正是这句话 惹怒了这名女士 她大声吼道 为什么要多收她一块钱 之前坐这趟车一直都是一块钱 几天没坐公交车涨价 傅师傅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好生好奇地给她解释 三十路车一直都是坐过半小时增加一块钱 这是公司上面的规定 无论傅师傅怎么解释 这名女乘客就是不愿意多付一块钱 其前还说出非常难听的话 傅师傅说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可以随时拨打公交后台电话 看来你之前坐的这趟车都成功混过去了 没想到这名女士竟然辱骂傅师傅 侮辱傅师傅什么钱都看得见 你是真的太缺钱了吧 傅师傅并不想与她多说一句话 可接下来这名女士做出的举动如此嚣张 这是海南公车打人事件的真实录像 只因不愿意交一块钱公交费 嚣张女子不顾车里的乘客安全 狠狠地抽打公交司机一个耳光 甚至更过分地将车内的小国旗扔在地上 当这件事被曝光后 该女士颠倒是非满嘴谎话 竟然把一切的责任推到司机身上 事发当天该女士在车内骂个不停 此时正在开车傅师傅没有任何防备 女乘客直接走向傅师傅驾驶的位置 再次地挑截傅师傅 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试试 傅师傅听后还是很心平气和地说道 多付一块钱不是我规定的 这是听从公司的规定实行的 七级败坏的女乘客 拿起车面的小国旗 狠狠地扔在了地上 这个举动作为正常人应该知道 她已经出道犯法律轻松判处三年 因为一块钱还真的不至于侮辱祖国标志 傅师傅再也容忍不了了 她大声地向女乘客喝道 现在立马把红旗掀起来 否则你没有好下场 还没等傅师傅把话说完 女乘客反手一个耳光 狠狠地甩在傅师傅脸上 我相信对于冲动的男人来说 一定会暴打这名女士 但是傅师傅没有选择动手 第一时间将公交车停下来 随后将车门锁死傅师傅连忙联系民警 在这个期间 女乘客还是一副很嚣张的样子 等到民警赶来简单询问后 将傅师傅和女乘客带回局里 进下一步审查 起初女乘客回答民警的问题态度非常差 满脸变现无所谓的样子 声称是司机动手在先 所以才发生这样 能说出这句话真是太不要脸了 不过傅师傅有监控视频 随她怎么狡辩 经过警方严厉的教育 该女次非常心虚地回答 这次是刺激的不对 不应该殴打司机 但是女乘客的总总行为 触碰到法律了 接下来就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吧 傅师傅表示她活了大半辈子 这是第一个女人辱骂殴打自己 怕吃点亏没什么大事 过分的是女乘客神经兮兮 侮辱祖国国旗 因为一块钱的车费 至于她这样啊 这件事很快被传在网上 网友们纷纷吐槽 这名女士就该滚出中国 无知的人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对于这件事在当地传得非常火爆 当地的法院经查看公交的监控 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 直接判处这名女乘客 五年有期突刑 期间她犯下两个罪名 先是侮辱糟蹋祖国国齐罪 还扇了杜师傅一耳光 看到这里真是解恨了 但是也有不少网友觉得 对女乘客做出的处罚太严重了 不应该判处五年 这样的做法直接影响到后代 这时就有网友回对这些人 对于这种人渣 判处的还是太轻了 就应该被关起来 理应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这名女乘客进去前非常后悔 后悔当初一时的冲动 事实上没有后悔要进去好好改造吧 我想说的是 在生活中不管大家遇到什么事 都要冷静的来处理 现在动手又费钱 还得吃牢饭 大家看完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点赞留言 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 咱们下期再见